邓稍慈 好像都没有反应 其实今年书节已经是第三年了 从四年之前博旋大讲堂举办第一次书节 主题是燃起一路的灯 第一次有中大的校友带着他们半生的书回到中大这个书乡 第二届的书界取名为山城读书人 想要铺出我们学校独有的人们风景 那今天呢今天是第四年的第三届 因为书节休息了一年 今年它重回中大 但是我们的活动来得更加丰富 来得更长 好了可能大家不知道书节的历史 那大家应该知道今年的书节的主题是什么了吧 今年的书节的主题是你们手上的禅康应该有吧 没错 打书丁打书丁 打书丁是广东话 意思是在书店里看书 所以我们希望在最近这些阴晴不定心绪不宁的日子里 我们可以在书本里找到心灵的归所 在重新出发 在众说纷纭的岛屿上找到知音人 这就是我们今年书节的主题 而今天晚上是博新书节开幕活动 叫三城对谈 树画寻乡 为我们拉开序幕的有三个城市 分别是香港 台湾 北京 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风貌 香港的繁华 台湾的乡土 北京的文化 不过这些是我们对这些城市的想象 还是他们的真正样貌呢 而城市里面的每个人又是怎样的读书 怎样的生活呢 不如我们先看一下这三个地方的畅销书单 可能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答案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从亚洲周刊里拿出来的书单 这个是香港的二月底最十大畅销的书 然后我们有台湾的台北的 然后最后是北京的 那我们做一个比较 看一下他们的书类是什么 红色你们看到是小说散文 然后咖啡色的是历史类的 历史地理的类 蓝色台北比较多蓝色的吧 是心理励志 然后可能看到比较有趣的名字 早安生活是什么 就是我们常说的日记本 就是schedulable 是一个有写的英文诗句 还有外国画家画图画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历史啊 历史也是很普遍的书 好那如果我们看生活的城市 是我们现在住的第一个家乡 我们书里边的风景 就是第二个故乡了 读书尤其在城市里读书 是一个解乡愁的方法 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了三位 来自不同地方的作家 分享他们解愁 读书的经验心得 他们是来自北京的朱国平老师 台湾的吴明毅老师 还有香港的吴矮仪老师 那可以请你们上来就走 那首先感谢三位出席 我们今天晚上的活动 那首先我们会请朱老师 分享一下他的读书心得 朱老师著作丰富 体材多变 有散文 新诗 基石作品等等 以文笔细腻建称 但其实他是以研究尼采 为著名的 他是中国最早最有名研究 这位哲学家的学者之一 那我现在把时间交给您 说一下吧 很高兴和我特别尊敬的 两位吴老师 一起和那些中大的学生 做这个对话 我先简单说一说 我自己读书的方式 或者说习惯吧 我把我自己读书的方式 我把它总结成 归纳成三个步 我称为是我的读书的三步主义 第一个步 就是不务正业 波兰群书 其实我从中学开始 一直到大学 可以说基本上 我的一个主课不是那些功课 就是看课外书 那个占了我最多的时间 而且比如说我进了北大以后 我是哲学系的学生 但是我看的大量的书是文学书 那个时候我看了大量的 那个俄罗斯的文学和欧美的一些文学作品 当然也看一些哲学书 这个不务正业这样一个名声 基本上跟了我一辈子 就是我到了那个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做研究工作以后 我们所里面对我的评价也是不务正业 因为我除了写一些哲学的东西 比如说尼采的研究以外 我还写了许多所谓的哲理散文 还写了一些技术文学 所以他们觉得这些事情 好像不应该是哲学所的人看的 我就说什么规定 我必须干什么 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来说 你没有必要用专业来限制自己 我们为什么读书 我觉得读书最大的快乐在于 我在享受这些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 在这个过程中也让自己变得更像一个人 我觉得这是最快乐的事情 所以我说的第一个不无正业 波兰群书实际上牵涉到 为什么要读书 不是为了做学问 为了仅仅是为了求得一些知识 还是想让自己成为人性意义上的一个丰富的人 只能享受人自卫人的快乐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我说第二个不呢 是就是读什么书的问题了 是不走弯路 直奔大师 尽管我读书的面比较宽 文士只要多读 但是我那个各个领域里面 我主要是读那些经典著作 其实我这样做 其实开始是走了一段弯路的 其实我从小的时候 我就是特别喜欢书 我是上海人 那么我们家当时住在 离上海图书馆很近 我说的是那个上海图书馆 那个老的图书馆 在南京西路上 那么我们从我们家的窗口 就可以看到那图书馆的那个 那个大宗 那个自民宗 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 能够进这个图书馆去看书 但是当时我是小学生嘛 小学生是不能进去的 还有一个条件就是 如果你是小学生 但是你身高一米四五以上 也可以进去 我还没到那个高度 所以我就盼了 盼那个小学能毕业的时候 小学毕业考初中的时候 他给了你一个初中的准考证 我拿了这个准考证以后的 第一件事情 就是到上海图书馆去看书 我借的第一本书 是余果的那个《悲惨四界》 当时我是十一岁 那个管理员看着我 说你读得懂吗 我硬着头皮把这个书 拿到那个阅览室里面去 真的读不懂 所以这个结果就非常悲惨 很长时间我就不敢再去看 西方的文学作品 就知道那个东西不是属于我的 所以到整个中学阶段 我也非常喜欢读书 但是我觉得我一直没有找到 我该读的书 基本上是读一些文诗哲方面的小册子 和一些中国的 一些当时的一些现代文学 什么《青春之歌》之类的 当然不是说那些书不能读 但是这个层次还是有点低 我读书的层次有点低 所以 一直进了大学以后 我是17岁进北京大学哲学系的 这个时候 我觉得在我的读书生活中 起了一个特别重要作用的 是我的一个同学 他叫郭诗英 他是郭沫若的儿子 那么他跟我同班 他读的书当时已经比我层次高多了 他比我大三岁 他看见我那么爱读书 说小家伙你那么爱读书 我给你拿书来 他就从家里给我班书 给我那个 因为他家书很多嘛 就这样 他给我班的书 基本上都是那些文学名著 文学名著 我一看 我就说这才是我要看的书 所以我就说 他给我打开了世界文学的宝库 这个 那我真的觉得 这个 读什么书太重要了 这个一个人 东翻翻西翻翻 什么书都翻一下 这样的人 我不认为他是一个阅读者 阅读者 他是有阅读趣味的 那我自己感觉就是 真的你读了那些书以后 你就是打了个底子了 而且你就会有一种鉴别能力 比较差的一点 就是一般性的书你是看不下去的 所以我打个比方 我就说我对书有那种嗅觉 我闻一闻就知道这本书值不值得看了 当然是打个比方了 就是你很容易判断 那个书到底是不是有价值 这个我觉得 必须有一个好的底子 这个底子应该是那些真正的好书 就是经典著作 经典名著给你打下的 当然我不是说 那以后就没有好书了 但是我就觉得读了这些书以后 你更容易判断 这个当代人写的书哪些是好的 哪些是不值得读的 而且我这样做 我觉得特别滑得来 我说这些成本 因为一个人可以用来读书的时间 是非常有限的 一辈子读不了太多的书 我现在还感到非常遗憾的 就是我可能我这辈子 有些我特别想看的书 我都没有时间看了 我来不及看了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是 你想到你能看的时候是有限的 一定要节省你的时间的成本 那么第三点的就是 怎么读的问题了 那么我的体会就是 不求圣洁 为我所用 虽然我读的是经典 是那些名著 但是 我不是当着做学问来读 是为了自己的精神生长 让自己的精神生活 充实有内容 让自己的这种精神上提升 是为了这个目的 所以要为我所用 我觉得读书的时候 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就是你读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哎呀这个 我也是这样想的 但它表达得更好 把我想说的东西表达出来了 也就是说 它把你本来已经有的 你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 那种好东西 把它唤醒了 那个时候最愉快的 最愉快的 那么通过读书 你把这个东西 你本来有的东西 让它那个 唤醒以后 让它那个生长 让它开花结果 越来越茂盛 我觉得这是读书的一个 特别大的好处 好 我先说这些 好 谢谢周老师 那么接下来有请吴米老师 吴老师是文学系的教授 他不单研究文学 也参与文学的创作 特别关注台湾的生态 吴老师获奖无数 包括法国岛语文学长 小学奖 他的作品也在世界各地出版 那现在把时间交给您了 大家好 不好意思 我这样讲 因为有些朋友都是坐着 这样子比较能够看到我 那我用十分钟时间 很快介绍一下 我的读书历程 今天真的很荣幸跟周老师 还有吴律师一起同台 那这是我成长的地方 台北市西门町 叫中华商场 现在已经消失掉的一个地方了 可以说是台北市 最大的一个平民库了 在当时 所以我家那是小时候 这是我画的中华商场 对不起 那因为我家是很 就是平民库嘛 真的很穷的 大概只有两平半 台湾叫两平半 往前走个三五步 就到尽头了 这样一个很小的店 那我们家里面没有厕所 没有浴室的 所以都在店里面洗澡 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 所以各位也难以期待说 我家会有书 一本书都没有了 有的可能就是农民历 那从小的时候 我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时间落差 就是因为我妈妈生了七个小孩 所以我的大姐 跟我有十几岁的差距 那我大姐跟我大哥 他们读的书是我远远在我理解之外的 那我大姐跟大哥 他们可能在十几岁的时候 都是文艺青年吧 后来他们都做了生意 也是卖血 但是肯定有一段时间 就是很梦想 对追求知识或者文学有一个梦想 所以我在我大哥 这个书架上看到这本中国诗学 这个好像是我小学的时候读 那因为这黄永武教授写的中国诗学 当时非常的吸引我 我觉得有中文的韵律美感 黄永武教授的分析非常的好 可是超过我的年龄之外 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回头过去看 就是说在读一些书的时候 或许不一定要试灵 有时候超灵是一件好事 那这也是当时在我大哥书架上面的书 这本书叫西方的没落 是一个史学家叫史兵格勒写 这本书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是莫名其妙 因为他认为所有的文明都有春夏秋冬 而且一定以一旬的这个春夏秋冬的顺序来推论 来演化的 但我们现在看得起来 当然很可笑 并不是这样 但当时是一个很新鲜的学问 那特别是台湾当时翻译的这本西方的没落 翻译的很奇怪 句法很奇怪 可能是不太能够掌握史兵格勒的语文吧 所以它产生一种 对我来说产生一种诗意 所以我读得非常感动 在我当时画的图 就是我16、17岁的时候 有一个梦 就是想要做画家或什么 但是很快 这条路就断了 因为我有变色力的问题 我不是很能够准确的辨别颜色 所以是不可能去念相关的科系的 那上大学我念了传播系 那我开始对文学 有了比较大的兴趣 因为在台湾的这种填鸭式的教学体制下 大概在大学之前你很难自由地读书 读书是非常容易被家长责备 非常容易被老师责备 可是我看到 我后来有一次看到 那个法兰臣 美国作家法兰臣他讲的就是说 这个日后常常爱读书的人 有一个童年的特征 就是他都被禁止读书 所以回想一下就是 他说就两种 一种就是你本身是书香释迦 一种就是被禁止读书 这两种后来都会成为 不错的读书的人 然后我很高兴我们家是禁止读书 所以我当时读了诗集 很感动的诗集 台湾的一位诗人洛夫写了诗集 那后来上了大学之后 我就开始拍照 因为我念的是大众传播系 所以就启发了对我另外一方面 影像的兴趣 那在大学的时候 因为我就比较自由的读书 读了一些小说都非常冲击我 是马归士的短篇小说集 因为当时台湾在六七零年代 有一系列的翻译作品 就是一个出版社叫 智文出版社出版了 有数百本之多 那在大学的时候 我就一本一本开始的阅读 所以我觉得有好的出版社 愿意这种大规模的 有系统的介绍书是太珍贵了 我知道香港在更早之前 这台湾在接受在国民党政府独裁的时代 我们要接受西方的文学 其实都是从香港的翻译过来的 所以到台湾去的时候 这个译者都会变 都跟我同名 因为我叫吴明义 但是在台湾很多译者叫吴明识 就是吴明试的意思 就盗版 好像是我哥哥其实不是 那这是我后来看到的一本 外国人写的中国美术史 也是影响我非常大的一本书 这是我大学的文艺青年的时代 那到底是我上研究所 我上研究所目的不是爱念书 因为我想写作 可是各位知道 一旦你有一个正常的工作之后 写作就变成是奢求 除非你在大学教书 所以我想了一个策略 所以我就是在研究所里面混着 那一面写作 那我就念了中文所 中文所好考啊 竞争比它低一点 我考进去之后 我就研究中国的神韵师派 因为这跟我过去受 那个黄用武老师的启发很有关系 那这是我写的第一本书 在1997年已经 距离现在20年了嘛 快要20年了 那后来我就念了这个 春藏春树的小说 刚好前一阵子我在台湾 帮春藏春树做了一场演讲 当时春藏春树席卷了台湾的读者 那我觉得主要原因有几个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带来全新的语言经验 所以到现在回去看的时候 我们这一代的作家 已经不太理会余光宗先生讲说 要合乎中文的文法 要合乎中文的原本的那个语文逻辑 在台湾的年轻一代的小说家 就制成一套语文逻辑 这套语文逻辑还有很多养分 像刚刚跟这个武律师讨论到 来自台湾的原住民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珍贵的事情 就是语言逻辑是每一个世代创造出来的嘛 那我在研究所的时候 读到西方一部很棒的自然写作 经典叫杀菌年纪 那从此以后我就长跑野外 就是我拍了一些蝴蝶的作 台湾的蝴蝶 所以我就走上自然写作 那自然写作这个 这条路必须读比较多一点的科学书 所以科学书在我研究所的时代 远远超过那个文学书对我的影响 那这都是我那段时间没事干拍的照片 那很简单 对不起 大概是 诶 它好像跳掉了是吗 没关系 不重要 没关系 我就把它先做结束 因为第一段我们就十分钟嘛 我要掌握时间 那我很高兴我去念了这个研究所 原因是因为 它有两个部分的阅读经验启发了我 一个是强迫性的阅读 因为你要做一个学者 你要跟所有此刻在做学术研究的人 放在一个平台上面讨论 要说竞争也可以 做一种思维上面的辨证 你必须有很多书是 你不爱读也得读的 那直到现在 我都跟学生讨论这样的一件事 那你不能光读你爱的书 你要读你敌人的书嘛 你论敌的书 换句话说 一个文学作者应该去读科学家 因为很多科学家看不起文学家 同样的 你可以看到世界上很好的科学家 只要是很好的科学家 像我刚刚讲的杀菌年纪 奥多利欧普 他非常爱文学的 他的散文非常之优美 我举个例子来说 一般我们形容说 某一种鸟很优雅地收拢它的翅膀 奥多利欧普的句子都不是这样 他说发明优雅这个词的人 必定看过高原欲收拢它的翅膀 他把所有的美 所有的逻辑 所有的事态都归诸于自然生态 而这个自然生态不是那种 唯美的纯浪漫的 它背后是有科学经验的 比如说它的燕子 是六只六只为一个单位 比如说什么样的鸟 它会在什么季节出现 它砍什么样的树 年轮是怎么看的 每一种树的生长年轮的盖 那个逻辑是不同的嘛 它的文章里面充满这种科学经验 可是又有文学的美 那这是影响了后来 我在写作小说的时候 也试图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谢谢大家 我先讲到这边 谢谢 谢谢吴老师 那现在我们请Margaret 跟我们分享 那Margaret 我这么名就叫她吴艾怡老师了 但是我们通常会教她Margaret 或吴律师 吴议员 因为比较年轻的朋友 可能认识你是公民党的立法会议员 或者大律师 但是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 他的学士和博士是念哲学的 然后他在文学方面是金庸小说的资深评论员 所以这是很不同的经验 所以我现在我们听一下 你的读书的心得 周老师跟吴老师 我要抛切 因为我的普通话不好 所以这个部分我用广东话 希望大家也是听不懂广东话的人 我先说一心对不起 等会我们交流的时候 我尽力地说一点普通话吧 好不好 首先就听了刚才两位 我坐下了 不要站在那里 刚才听到两位老师说 其实我很惭愧 因为我看书一点都不正经 周老师刚才说 一定要选好的书来看 因为人生是有限的 就不可以看那么多不好的书 我什么书都看 如果认为不好就扔掉它 所以看书是很不严肃的 我今天来之前 反而对两位老师的著作 我都选了一些来看 看认识一下 我自己今天好像说 为什么叫我来 主要都是因为我写金融 其实不是的 我写金融的那些 只是一个很少的部分 我想说一说 香港人读书的习惯 刚才大家看了 那个流行版的榜 我觉得香港人其实是看很多东西的 但是香港人就没有什么耐性 所以看的 你看到是榜首的那些 很多都是短篇的 容易看的 不用花精神的 不用花心机的去看 而且我们出版也是有关系的 因为多数的那些文 都是在专栏里收集回来的 所以看的是一篇一篇 如果我有时候去三联 或者天地去看书的时候 是很有困难的 真的很难找到自己 真的喜欢看的书 我自己怎么看书呢 很多时候都是在看我做什么 譬如这一段时间 我看 当然我都看英文书 有时候是多过看中文书的 中文书都不是不看的 都看的 但是就比较少一些 譬如阳降的书 我很喜欢看 张芷儿的书 我很喜欢看 如果我看中文的书 多数是看旧的书 比较新的书就是少 刚才两位讲者 是讲的那些 特别是翻译哲学的书 我最不懂得看的 因为那些翻译的名字 是很长的 我就不知道在讲哪个 懒惰起来 看英文就简单很多了 我最近看了些什么书 或者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我最近有看了三本 都是关于讲自己的 讲一些故事的 好像传记 但是就有很不同 一本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几本书 一本就是一个叫做Pattie Smith 有没有听过Pattie Smith 这个是一个rock and roll的歌手 一个摇滚乐的歌手 他写这本书叫做Just Kids 是讲什么呢 他讲一个十多岁的时候 认识的一个男生 他讲和那个男生之间的感情 那个男生是同性戀的 那男生后来变成了一个 在纽约一个非常出名的摄影家 那他这个摄影家 拍的那些东西是很出位的 但是最后是 我就是病死的 但是这本书里面 一个特别的地方 他就是写一些很平实的文字 但是那种感情 真的令到你感动得很紧要 我看他的时候 我说 为什么有人这么厉害 可以写讲故事 讲得这么令人感动 最令人感动的 就是他两家之间的感情 那个男生临死的时候 告诉他 你写我的故事 只有你才可以写到我的故事 那他这本书是还债 是还他感情的债 那很多朋友 都是摇滚乐 藝術界那些 很熟悉 他说 你还没听过这个Pattie Smith 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 我也不懂摇滚乐 什么也不懂艺术 也不懂摄影 但是他讲的故事 是令人感动的时候 令到我觉得 一个故事应该怎么说 为什么可以令人这么感动 另外一本就是 今届的诺贝尔文学奖 一个苏联的记者 写了一本 我们的英译 叫做Voices from Chernobyl 就是说 其实这本书 为什么可以得到 诺贝尔文学奖 也有争议性 但我当然找来看 看看他为什么这么本事 这个诺贝尔文学奖 是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从 可能现在新的访问 都是这样的 他不是用作者 有时候我们写的 有些报纸的访问 我也很喜欢看的 他就说 如何访问那个人 得出来寫 其实是记录那个访谈 但是这个就不是 Voices from Chernobyl 他直接就是访问了 那些受到这个 受到这个意外的影响的人 照他们说出来 一说的时候 用他们自己的声音 说出来 这个声音 是令到人非常震撼 因为他说的那些事情 怎样 事发的时候 怎样那些人要住在那里 怎样 要他们去走 要他们去撤离那个地方 但是已经受到那些 很严重的核的影响 他们那些病 就是在他身体 如何摧残他们 是很可怕的 但是就是他说的 比如访问了一个 就是他的丈夫 是年轻的夫妇 刚刚身婚没多久的 但是那个丈夫 就要去那里 处理那个核意外 那他回来就受了这个核污染 以至到 你知道那些病是很可怕的 是他身体是溃烂的 但是他那个妻子 是死都要跟他在一起 不管那么多传染 不传染都要跟他在一起 所以他说的那个声音 说出来 他的痛苦是怎样的 令到你觉得很震撼 所以不同的阶段 访问不同的人 令到你组织成一个图画 让你才能立体地感觉到 究竟那个核意外 是一个怎样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问我两本书 哪一本更加震撼 哪一本更加聪明 我觉得Pattie Smith更加聪明 因为你写一个震撼的东西 写得很震撼 不是很困难的 最主要就是要那个作者 不要把自己太过介入 但是其实他是介入了 因为他在选择里面 为什么那个人 那个被访者 可以这么坦白 和这么真诚 好像重新再活一次的情景 而且这么恐怖 这么凄凉 这么痛苦的经验 都可以直接说出来 让他捨得低 这个技巧是非常之高 你再做谁想做记者 你就修裂多几年 可能就会学到这样 所以它是重要的 但是你在Pattie Smith 在这么平淡之中 可以写到这样出来 这个就非常特别 就是这个为什么呢 我觉得杨刚那个故事 特别是写他家 我们的衣服 是不是读衣服 他写得很简单 很直接 但是令到人很感动 第三本那个传记是什么呢 第三本就是Sakharov Sakharov a Manwaz Sakharov是一个苏联的科学家 所谓轻弹之父 他是负责 就是一帮人的时候 就发明了这个轻弹 当然是非常之重要 但是他立了大功 于是有很多好的待遇 就是那时候苏联大家都知道是什么状况 但是他真的特别是有一些特权 有些通行的地方 但是他越来越觉得 那个核事 其实是对人类一个很大的损害 于是他就开始写很多抗议的文章 在反对这个核的试验 后来他有诺贝尔和平奖 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但是就是因为他是批评苏联去侵略阿富汗 所以他认为你这么伟大的科学家 都是这样说 于是他就受到制裁 就擠了他去一个叫哥奇的城市里面 他就在那里 其实就软禁了和他的太太一起 是不可以出得来的 一直直到哥巴乔夫出来的时候 他才可以在那里出来 但是那时候已经是1989年 但是他出来没多久 三年之后他就小小了 所以在这本文章里 他就写很老实地把那个经验 他说有些是国防秘密 我当然不可以说 但是除此之外他说了很多东西 他的态度 他说我不是很说自己 他就是说一个人 是如何面对自己做的事 他就是如实地把那些经验 说出来 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些地方学到 我为什么觉得这一本 我很佩服呢 因为这个人 他一生做的事 你想想想是多么不凡 但是他写出来的文笔 是很平凡 以及很直接 简直是没有什么修饰的 我为什么会看这几本呢 我自己也都在说 就是写故事 我觉得说故事 实在是太伟大的一件事 有很多东西 你是不可以用批评 大家都知道我写很多 那些正论文章 有时候一写就写三千字 就闷得我自己也不想再看 但是我写这么多正论 其实出版的主要都是一些消闲 因为我觉得正论的东西是没有销路的 我是害我的出版商的 所以出版的时候 都是教人怎样煮饭 烤面包 哪里的东西好吃 那些就出了一本《兆仙集》 但是我都要面对 怎样将一个讯息说出来 我现在在做一件事 在想 我在立法会 在立法会两年 在立法会16年 在1995年至2012年这段时间里面 其实香港发生了很多事 我们很多都没有空去说出来 那现在是不是应该将这些事 说出来 说那个角度应该是怎么样 那个经验的交流 不是我告诉你 中英谈判声明 哪样重要哪样不重要 而是将那个香港的故事 说出来 我只可以说一面的东西 有其他人 希望其他人去说 我说我的香港故事 我希望其他人都说 陈建平交易说 我的他的香港故事 是不是 我们有这么多人 有香港的故事 将这个故事 就说出来 那我觉得 就会对大家 都是好的 因为香港人那个读书的习惯 是不太完善 像我自己那样 就是不喜欢用太多的精神 顾客永远是对的 不要告诉你的顾客 你这样读书的态度不对 麻烦你正经点 麻烦你用心点 正耕偽坐坐在这 这本1500页的书 对你是很有益的 麻烦你看完它 我觉得不可以这样对待顾客 你只可以说 我有什么比较吸引的方法 令到你能够看到这些东西 我觉得讲故事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来之前 我看了 吴老师写的《福眼人》 一个小说 我没见过这样的小说 我觉得好到飞气 很好玩 所以每一个作者 都能够像一个桥梁 令到一些读者 本来不熟悉的东西 他会觉得是熟悉了 这个就是最好 其他讲的 我看书真的很乱七八糟 有些书我周时去看 看很多次 有时候我们香港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可能因为我们懂英文的缘故 有很多难的东西 我们可以用英文这个方法 去搞定它 例如我其中一个 我喜欢看的 很小的时候 我大舅舅 大舅舅很喜欢喝酒 和打边炉 就是那一类的人 他就有空去赠我两句 他就叫我 一定要看《廖斋》 《廖斋》意识不良 不过文笔很好 他就叫我看《廖斋》 《廖斋》很难看 但是由于有人翻译 《廖斋》的翻译是非常优美的 所以有时候有些东西不明白的 你去看完那个翻译 然后再看完原文的文字 你就明白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廖斋》 《廖斋》的文字 是非常之正的 我只可以用一个正字去形容它 因为它是非常之简约的文字 四个字 十个字 它已经说了 你想想这么短的一篇 它已经说了一个故事 天地人 它也说到 你说这些书是否应该读 这些都是说故事 但是有时候有些你不明白的东西 你去看完之后 你就会看完英文 你不明白那个字的历史 你不明白这个字是从哪里来的 你不明白 譬如你看过家字 哇 一个小棚头下面有只猪 为什么有只猪 为什么有猪的地方就是家 原来你就知道是要养猪的 中文是很精彩的文字 你简化了它之后 其实是拿走这些好的东西 所以他本人虽然不学谋述 但是觉得读书其实是很好玩的 你一个人生的经验是有限的 但是当你看文学的时候 你会看到其他人的经验 如果那个作者是本事的 他那些感受的东西 他经历的东西 你看完之后 你虽然没有走过那里 你等于去过一样 那你说是不是很便宜 所以我真的很鼓励大家去买书 买书是很划的 看完之后可以借给大家 今天又很好 看到飘书 我也是想着我买书架 那些不停洗的书 或者明天都应该拿来的 多谢大家 谢谢Margaret Margaret刚刚跟我们分享了三本书 分别是Petty Smith的Just Kids 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俄罗斯的记者 他写的Voices from Chernobyl 还有第三本是苏联清胆之父 他的自转 他的自转 那这三本书的作者都是用很简单很简朴的文字去写一些 一些是很很平凡的故事 一些是很很惊天动地的故事 那他就介绍大家去看这三本书 然后他也提到他想写一个香港回归前后的 关于香港回归前后 他自己从他的角度看到的他的事 他在想 因为这些刚刚介绍的三本书的作者 都是很好的 是个很好的说故事的人 所以他就想学他们 让吸引香港的读者 因为他觉得香港的读者就比较 看的书其实很多很宽 但是就没有什么耐心看很复杂的文字很长的书 所以他在想要怎么用什么角度 那最后他也很推赞大家读聊斋的作品 他说如果大家看不懂的话 可以先看翻译的文章 英文的书 然后再看原文就可能会看得明白 然后最后最后最后他说 我们要他不赞成用简体字取代 繁体字 因为从繁体字不单可以明白那个意思 更加可以明白一个字是从哪里来 中国或者那些地区的历史是怎么样 来 那好 那我们呢 待会会进入讨论 就随便讨论分享的环节 但是我们先看一下 3D的书榜 我们再看一下 因为其实刚刚也提到 我们在后台的时候也聊到 香港其实看可能看比较多是工具书 就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有不同 3D有不同的书单 那除了书单之外 其实3D的书店也有它独自的风貌 那我知道今天吴老师特别预备了 跟我们介绍台湾兔特书店 那我们不如先讨论 先看一下台湾的书店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可以再讨论北京香港的书店 或者其他读书的氛围是怎么样吧 谢谢 不好意思 我很快的跟各位介绍一下 就是这几年台湾的出版状况 那就是台湾去年年底的时候 发布了一个台湾的出版业的收入 大概20到2015年是2010年的一半 就衰退了一半之多 所以现在我们常在讲说 台湾的出版业进入冰河时期 但因为面对出版业的冰河时期 大概台湾的出版社做了一些调整 我们可以看到说 每个出版社变得很小 有时候它可能五六个人 就形成一个出版社 那它依附在一个比较大的出版群体下面 然后另外就是出版的书的量很多就变多了 那台湾的每一本书下载这个行销的费用 如果是出版社重视的书 也都越来越重视这个行销 然后有些出版社 简单说就是有些出版社有不同的这个策略 然后现在台湾的大型书店呢 也做了一些调整 像成品它就是用这个拓展点来维持它的营业额 或者是这个争取更多的顾客 然后包括我觉得有一个特点 刚刚在不管是吴老师或者主持人提到 就是说香港的畅销书排行榜 或者我们刚刚看到那三个畅销书排行榜 很多大书店都用自己的选书 来抵抗这个畅销书排行榜 因为正常来讲 本来大众爱读的书就是减肥啊 投资啊 这非常合理的事情 这非常合理的事情 但是问题是书店不能只卖这些书 它必须维持一个文化品味 或者尽可能的给读者养分 所以在台湾的书店 他们会推出每个月的选书 那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到大型通路 虽然它的畅销排行榜不太营养 可是它的每月选书都还是营养的 那这一点应该予以肯定 那台湾最重要的就是有很大量的独立书店 特别是这几年 那去年台湾的独立书店出现了一个组织 那就是很多小书店 它进一本书 可能只能进三本五本十本 那很多出版社不愿意 把这个折扣下降给这些小的书店 所以这些小书店联合起来 组织成一个叫做友善书业合作社 他们一起进书 假设有一百家独立书店一起进书 它的量就比较有可能跟巨大的成品 或者伯克莱相抵抗 这是现在台湾出版社做了一些事情 台湾的独立书店就分成几种形态 比如说一种是地区型的 另外一种是建立特色 有一些书店它就以卖诗集为主 它就尽可能把自己特色建立起来 那有的时候他们在里面办政治活动 社会活动 我们说去年的选举 台湾的民进党选赢了国民党 我认为独立书店是有贡献的 因为有大量的这种反政府的或者说反省政府施政的活动 都是在独立书店办理的 然后最后他们跟地方的这个有机农业 还有更年轻一辈的他们用手工艺 自我创业的这些产业结合起来的 这是大书店做不到的事情 那这是去年很快的 因为我以为这个主持人刚刚在讲的是去年的三地的排行榜 因为我昨天听到我问了小三 就是一周的 一周比较不容易看出趋势 那不过我也没有准备去年台湾的畅销书排行榜 不过这是去年台湾的选书结果是这样的 很快的 这是我的书 张宏志老师的书 现在都还在畅销书排行榜上面 这是介绍台湾的13种捕鱼方法的一本书 这是谈台湾的白色恐怖之后 此刻台湾应该做的转型正义的一本书 也在年度选书的 这是一本同书 然后这是2015年的陈品选出来的三本书 一本是我的书 一本是香港 就是香港投票选出来的是陈浩基先生的书 那另外一本还是王定国先生的长篇小说 《敌人的樱花》 那这是2015年的中国时报开卷 他已经是一个选了二十几年的好书奖的一个有历史的选书 他选的第一本书是一个人类学的书 介入了旁观者 这第二本书谈的是教育的书 如何改变台湾的教育的一本书 第三本书是我们学校的老师郭强生老师 他是一位同志 他写他的这个心路历程 所以也是一本非常特殊的书 第四本还是张宏志老师的书 这个是一本白色恐怖时期 很多被这个政府枪杀 就是等于是死在不明不白死掉的时候 他们常常有时候留下 在狱中留下的一些遗书 把这些内容把它编转起来的一本书 这是王定国老师的小说 这是甘耀明老师 这是跟我同辈的一个小说家的书 这是我的书 这是一位年轻的小说家林明伟的书 这是于秀华 这是去年也在华人世界很红的一位诗人的书 那这翻译类我就把它跳过了 因为可能比较无关了 我觉得有两本遗书 一本是拍香港九龙城寨的一本书 这本书的摄影非常之震撼 对我来说是这样 那一本书就是明天后天 那个博群书节的读书会我要介绍的一位记者 一位台湾的年轻记者 在这个湾堡这个地方记录了十年左右 他们怎么反抗政府征收他们的土地 去做一些运动的一本书 那我很快 这个地方我很快的给各位看一下 这台湾的一些独立书店 因为我去年在出书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行销活动是这样 我骑着脚踏车从台北一路到高雄 沿途有独立书店 我就停下来演讲 那总共骑了十几天 讲了十场这样子 那就从台北一路讲 在第一场的时候 在这个叫小小书店 我谈台湾的单车史跟庶民文化 这是第二场在成品 因为从台北出发 是一个比较大规模的活动 那我谈这个寻脚踏车的吃冷 这是在桃园的一家书店 很社区型的书店 我讲旧物的美学 这是在竹东 很小的一个镇上的书店 它只卖人文书 不卖别的书 我谈这个战争小说 谈了这个西线武战士 这本小说 这是在苗栗南庄的一间 叫雷女良行 它同时卖有机农品 农产品跟书的一间 非常小的书店 我谈的是海明威的战争小说 这是在台中的一间 大概里面只能容纳 十几到二十个人的小书店 叫一本书店 那我谈这个日本 二次大战的时候的 银轮部队 日本的一支 骑脚踏车的部队 在马来西亚的一场战役 那这是 另外一场 我谈的是那个 孙力仁将军 这个领导的缅甸战役 那这是在 嘉义的一间书店 这间书店的老板的政治倾向 非常明显 非常激烈的一个 我谈那个战争跟动物的关系 那这因为那天下大雨 终于骑到这个台南了 这是台南的林晴二手书店 我谈台湾的动物园历史 那这到美农 台湾一个很乡村的地方 也是一个小书店 我谈这个日本怎么塑造一些符号 让这些人愿意甘心为战争而死 那这是台湾的神奉特工队 当时他们要参与的时候 每个人带着自己的名字拍照 这最后到高雄 一间山羽书店 我谈这个 单车跟战争的历史 那最后这个场在花莲 花莲我谈这个 单车世界记 我跟我小说同名 最后回到淡水 在有何不可 就是河边的一间书店 所以台湾的小书店 演化出非常多种类型 我觉得是现在台湾 最有文化能量的地方 谢谢 有没有回应 或者可以分享一下 北京香港的书店之类 我那个对那个拍行榜 没有这么的仔细的了解 这个平时我也真的很少看 像北京这样 大陆啊 这个拍行榜非常多 包括网站也做 媒体 报纸也做 书店也做 也看不过来 但是我跟那个出版界的人 那个记者比较多 我谈谈我的印象 就是比较畅销 大陆的畅销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大概可以分这么几个类型 一个就是青春独物 青春独物 它的市场非常大 一开始是青春小说 郭敬明就是一个代表 是吧 他那个非常长销 但是据说最近也滑落下来了 这个亏得很厉害 亏得很厉害 我看现在青春独物啊 好像那个那种青春小说 被那个悬疑奇幻穿越 甚至是那个游戏改变的小说 被这些取代了 就是被网络小说取代了 网络的那个力量非常大 这是一个亲 另外一个就是大众读 暢销的大众读 原来我看那个大陆非常暢销 你比如说那个 所有的机场的书店里面 都摆的那个最显要的位置的是什么书 一个是例字 叫你怎么样成功的 成功学 这个什么 那种书非常多 比如说能说会道者赢 饭绝人脉学 这一类的书啊 这个我看的都是垃圾啊 但是非常多 另外就是金管类的 经济管理 那个时候就是那些没有能力的人 都想赚钱 想发财 就去看这些书 但是看来现在他们发现 这条路走不通 所以现在例字类的书 暢销的已经不是那种成功学了 什么是心灵鸡汤 现在就是要把自己的心态搞好一点 发财这个梦境破了 所以心灵类的书特别长销 另外就是养生 人们就剩下两件事了 一个是把心态弄好 一个是把身体弄好 这是大众啊 大众读物长销的 比较长销的小大众读物 就是没有那么多的 但是有一部分人 我觉得就从文学上来说 一个就是改编成电影式的这样的文学作品 他就会长销 影视带动 比如说颜格林 他的小说 他基本上他都拍成电影了 所以带动了这个 另外就是散文 散文很奇怪 在大陆 散文是一直是比较长销的各种类型的散文 是吧 我也沾了一点光 这个 但是我发现最畅销的是谁啊 龙云台 莫颂 这个这是持续的长销 在排行榜的前里啊 这个女强人写那个温情的作品不得了 威力无穷 这个 另外就是更小众一点的 就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里面比较长销的 我觉得知识分子在大陆那个 比较长销的时候都是有政治关切的 关心政治的 一个就是他民主的 他民主包括那些经典的 多克威尔的那个 以赛亚柏林的 也包括现代一些年轻学者写的 像刘玉写的那个民族的细节什么的 都是很受欢迎 还有一类呢是重写历史 或者是重新评价历史人物 尤其是集中在民国时期 比如说那个重写那个 《无需变法》那段历史 或者《刑害革命》 这个重新评价历史人物 什么张志动啊 陈独秀啊 蒋洁石啊 这些书都那个很受欢迎 但是这基本上是知识分子 这个 因为以前 中国 那个 大陆 出的历史书 确实是对历史的创改是非常严重的 现在 这些书开始 在那个讲明真相 是吧 这个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这是我的印象 我谈一下 我觉得现在香港最出名的书店 就是铜锣湾书店 他们出版的书 我听说是卖得很好的 这个是三千万的市场 这跟陈建民教授的书不能够比 而且买的人都是从内地来的人 所以香港人反正看得少 其实对我来说 香港这么大的一个城市 这么繁荣的一个城市 我们的出版业 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 今年的两个大学的出版社 好像是比较生动了一点 所以很多出版的书 都是普通人可以看的 不一定是研究什么学术的书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但是其他的书店 始终都是最创销的 都是投资的书 叫人怎么样赚钱的书 其他就是工具的书 反正就是小说 但是更连也看见 有一种不同的 就是讲香港的过去的 香港的地方 香港的故事 这种书出版得非常好 而且很容易买得到 所以我觉得这是也很好的 其实我看见周老师出版的 一个理睬的书 我买了来看 它出版的不得了 非常地美丽 拿着手里 我觉得不但是可以看 而且就是一个 本身就是一本很美丽的书 我最近翻译了 我的揭设的老师的一本揭设的书 但是要在香港 我刚才说过 我不看翻译的揭设吗 我自己去翻译揭设的书 这是不是很奇怪 但是要找人去出版这本书 翻译成中文的揭设书 在香港是非常困难 因为市场真是太少了 所以我希望香港 我不晓得用什么方法 可以让我们的出版业更个好 因为可能是香港人 真是没有太大的内心去看书 所以出版商都不愿意把钱 花在没有销路的书上 我每一次到书展 有说什么读书的问题 都是谈这个问题 怎么样能够令更多的香港人 拿更多的钱出来买书 但是来来去去好像是 我们还是找不到出路 因为可能我们的书店 最成功的书店就是成本 成品 就是台湾的书店 为什么香港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书店呢 可能是我们的租太贵了 这也是香港最基本的问题 你只可以付得起租金 去卖譬如说猪宝金 这种东西 但是书就是不成了 这个是很可视的 那不如我们谈一下 既然可能在香港或者其他地方的书店 还不是我们想象的模样 你们可以分享一下 你们心目中理想的书店是怎么样吗 尤其是比如说在香港 在香港的书店 从台湾北京来的老师 如果是在你们家乡 或者你们的城市书店 你们理想我们什么都可以谈 没有租金 没有出版商的压力 什么都可以谈 那你们心目中的书店应该是怎么样的 书店里头最好有一个咖啡 咖啡corner 让我们看了书 可以去喝咖啡 可以谈谈 然后再买 习太阳慧老师 这个以前啊 北京啊 它有很多旧书店 现在完全被消灭掉了 完全消灭了 其实旧书店非常好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最喜欢逛的就是旧书店 当然一个是便宜 一个是你新书店里面买不到的书 它呢你能找到 后来我到那个德国在海德堡啊 那么一个小城市 它也有好几家旧书店 这个店主人跟那个 其实这个旧书店就是他的生活 就是他的身体的一部分 你感觉 他可能他没有几个顾客 这个我看 因为我经常去逛那个 海德堡那个小街上书店 但其实去的人也不多 也不多 但是他很安静的在那里做这件事情 那里面你可以买到很多 你想象不到的书 我都买到过那个 19世纪初的那个 哥德的一套书 非常便宜 我都没想到 这么便宜的书 反正真的像这样的一种旧书店 我觉得台湾还有吧 台湾还有 但是大陆基本上没有了 Margaret说英国也没有啊 有一本小说好像是叫Taring Cross Rule 就是说伦敦的一个旧书店的一个故事 现在其实伦敦的旧书店也不容易经营 因为台湾要花很多的时间 一去看新的书店是可以不用花太多的时间 但是旧的书店一定一本一本都慢慢的 所以都不能经营 他只能是个人的爱好 他已经不是为了商业了 所以我 因为时代的关系 所以书店是一定会转变的 我刚完全同意周老师讲的 旧书店对孩子的成长太有作用了 我小时候住的那个贫民库也有旧书店 那因为当时美军呢 驻扎在台湾 离开的时候都会抛售书到这种二手书店 所以他也就把那些禁书 留在那个二手书店 不容易被查到的 所以可以在二手书店 真的看到很多很离奇的书 那特别是他为了生存 二手书店为了生存 他什么书都买 什么东西都买 我有开玩笑跟我宣讲说 我年轻的时候 其实是要去买A片的 因为二手书店也有买A片 可是你顺便买了泥彩回来 因为他是一个 我不知道怎么说 他的逻辑是这样子的 那现在台湾的这二手书店 像周老师讲 还是有 确实是 那二手书店最迷人的地方 就是书主人 对书店里面所有书的理解 他可以跟读者进行交流 那台湾的独立书店 此刻在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台湾的脸书很风行 所以你可以看到独立书店的 店主人的网页 都不断的在跟你谈 最近的哪一本书好 它的内容是什么 这就很像是过去的那个 二手书店书主人的记忆 那刚刚这个吴老师提到 那个查令十字路的这个 里面最动人的地方 就是为了找一本书 这个书店老板会想尽办法 把他的触角伸出去 最后把这个送到那个 爱这个书的人手里 这样子的故事 那我很希望 就是虽然香港的这个 因为店租贵 确实生存不易 那台湾的现在政府 由政府是有 对这种独立书店是有补助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我觉得作家也在做一件事 如果像曾经郭敬明这么畅销的作家 他当然会选择成品书店 来做他的书的发表会 因为他效益高嘛 可是我觉得台湾的作者 现在好的作者 在做一种反其道而行的事情 我们放弃在成品书店发表 我们到这个独立书店发表 因为这样才能够刺激他们的销路 最终我前一阵子去年在日本演讲 因为我的小说在日本翻译了 都是在那种小书店发表 那他们是收费的 就是收1000日元到1500块日元 那这小书店就靠着这些作家演讲的收费 来变成他们的日常营收了 那这或者是随着经济转型之后的可能的道路 其实这个独立书店在什么地方也是很困难的 在伦敦也是一样 我比较喜欢就是这个网上的一个传媒 叫《立场新闻》的 他们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特别的 说这个升旗的独立书店 有什么特别的书 希望有更多的人去这个独立的书店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否则这个出版完全是让大的出版商垄断了 那么就把我们看书的口味也是影响了 那我们换一个话题吧 我们谈一谈都市人城市人看书 因为其实我猜三位工作也非常繁忙 研究很繁忙 律师的工作 退休的生活也很忙很繁忙 同学老师也是很多工作 那你们是怎么在繁忙的都市生活里面读书呢 或者有什么可能建议 或者以前的经验可以分享呢 我觉得这是问题对我比较容易 因为我就是做这个工作的 读书就是我的职业 可以说是职业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就说那个 学者是以读书为职业的人 为了保住这个职业 他有时候也写书 作家是以写书为职业的人 为了保住这个职业 他有时候也读书 基本上这样的情况 我自己感觉这种读书的动力 其实非常强大的一点就是 阅读和写作的互相促进 我觉得这一点对我的 就是让你不能不读书 一方面你读书的过程中 实际上我觉得最快乐的是什么 我就相信人的精神是有亲缘关系的 有血缘关系的 就不光是身体有血缘关系 实际上你读书的过程中 你是在寻找那些和你有精神亲缘关系的 这些作家 这些从人类历史上 古今宗外 你在找这些作家 你能感觉出来的 他是你的灵魂的亲人 实际上这个过程就非常快乐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种冲动 我就把这个看着是 我和他们是一种家族关系 我要为这个家族增添一点东西 那就要写作 那么写作的过程中 实际上你是一种那个 就是你自己有了一种感受 或者你是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 那么你就会 那个很自然的 你就会从 就其他的作家 这个作品里面 你去验证 去那个 来让自己的 自己的这种感受啊 得到一种验证 然后把它扩大开来 因为你肯定是有和你类似感受的人 肯定是存在的 在书里面已经存在了 但是他们 有他们的一种表达方式 这个时候我就非常感兴趣 就是我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就是一个写作和那个 阅读的 阅读的互相处境非常重要 而且我觉得这不限于是一个从事文字工作的人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 我是认为写作是属于每个人的 这个并不是作家的事情 我自己 其实写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就是从写日记开始的 这个我就说我是从五岁开始写日记的嘛 那时候我上小学一年年刚会写字 那时候我就 这个 当时开始的时候也是 其实也是很幼稚的 就是说我父亲经常会带我去他的同事啊 朋友家里面啊 去做客 那时候主人就会拿出一点点心给我吃 那个时候吃到一点点心不容易啊 我就想今天吃了过几天忘了不就白吃了嘛 我说我都把它留下来 所以我就弄了个小本子 几月几号吃了什么 隔几天翻开来看看都留下了 心里面满足的很 那么后来我就回顾 其实这里面实际上我有种心情 我就知道人生的一切都会流逝的 但是我一定要以某种方式把它留住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 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 你最宝贵的东西是你自己的一种经历 和你在这种经历中的感受和思考 都应该把它留下来 这就是写作 这个写作是属于任何一个 那个珍惜自己的心灵生活的人 都应该写 我就是比较简单 就是因为工作太忙了 所以为家的时候一定要看书 看书 看书对我来说就是让心静下来 心的安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因为到了明天还是要面对很繁重的工作 尤其是我在立法会的时候 这个工作有的时候 真是令人精神很温乱的 所以更加需要回家的时候看书 所有的书都是这样看的 我不是特别的觉得有一个重要的书一定要看 而是我觉得一定要看书 但是书是这么多 我永远不会觉得不知道要看什么书 因为可以看的总是看不完 所以好像是走到一个 一个保障一样 很多东西都要拿 拿不了了 所以每一天都可以有一点点都是很开心的 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我读书也一半因为我喜欢 一半跟周老师一样我的职业 那我也鼓励我的学生说 如果你要走这一行的话 人家卖鸡排的卖红豆饼的 一天也都工作这么长的时间 你一天如果不读个八个小时 十个小时的书 你比不像人家的专业 做鸡排一天也要做十个小时的鸡排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既然专业了 你本来就投入这个世界 另外一方面我讲个故事 就是张宏志老师在他的旅行读书里面写的 就是如果你不是读书这个行业的人 也要读书 那为什么呢 张宏志老师有一次演讲我去听了 他说基本上某一个年纪不读书的人 接下来变老了之后他也不会悔改 换句话说这有一个常态性 最好就是在某个年纪先让他要读书 那他讲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说他有一次到印度去旅行 然后遇到一个人 他的导游就带他去买地毯 带他去买一个地下室买地毯之后 他就看到一个老人 很像智慧的老人坐在那边 他就跟他聊天了 聊天聊天之后呢 他就拍了两下手 两个年轻的这个印度人就把这个地毯刷一身打开 非常美的地毯 拍一下手又刷一身 又打开两个地毯 那是张宏志因为不懂地毯 他看了这么美的地毯就心动了 就问他多少钱 对方就跟他说我卖的不是地毯 这是一个文化 是我们这个波斯人文化 所以他就念了这个波斯人古诗人的诗 用波斯语念这个诗 那张宏志就是波斯这个古诗人的诗迷嘛 他第一次听到有人用波斯语念出这个诗 当下就买了这个地毯 后来他知道这个地毯的价值就不到十分之一啦 是开玩笑的一个故事 即使你要做一个骗子 有读书的骗子跟没有读书的骗子 魅力还是差很多的 那如果可能我们有些朋友是比较新加入这个读书的世界里 你会推荐他们怎样开始呢 如果有些人是比较资深了 已经读了书十年 可能从中学小学开始 尤其你们提到很多要读的广 老师说的要读的广 要为自己读 你会在这个时代之下 我们应该读什么书呢 会不会有些提议 这个问题真是太难了 我觉得首先就是多到书店 终归有看什么 好像是你觉得有兴趣的 先买了看 你觉得可以看下去的 不可以看下去的 另外再找一本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推荐的方法 我自己看书 从来都是没有纪律的 就是乱看 看的什么好 就是刚才说这个地毯 我也有一段时间 对地毯非常的有兴趣 所以看了很多很多 关于地毯的书 所以对地毯的很多东西 这些东西学来都是没有用处的 但是走进了这个世界 好像是出不了来的 大家都看过一个 一篇诗叫文姬的 就是乌加十八帕 是不是怎么念的 乌姬的故事就是 他到了我们说是外国人 他有一个手卷 就是里头用图片的 用图画的方法 说文姬的故事 那么他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地毯是怎么样 就是从画里可以看见 那么看见这个画 看见这个地毯 你就对这个文姬的故事 对这个时代的背景 有很多的理解 那么是怎么样来的 就是乱看 但不是有特别的 什么人叫我 要用什么方法去看书 中国是 书是很多很美丽的 为什么要 别人说你要怎么样看呢 我真是不懂这个题目 真是太难了 那可能我问的问题太难 我希望同学问的问题 不会太难吧 我们应该有时间问 一点题目 有同学听了分享之后 有什么想发问分享的吗 我看到这边有一位同学 请工作人 这位同学 香蕾老师你好 然后听到以后觉得 受益很多 然后其实想请问一下就是 因为我们就是 现在大家都很忙 然后心情也很浮躁 每天都在看手机 然后看电脑 其实我们更多 接受的是一个 碎片化阅读的 这样一个讯息 可能就是一篇文章 比如说社论 我们就看一个 一两千字 就觉得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 所以想问一下 三位老师对于 碎片化阅读这件事情 怎么看呢 不也老是看手机 可能是我看书的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没有手机的 我从来不看手机的 可能我们把太多的时间花在看这个手机 可能给自己多一点时间 比如说每天一个小时 不看手机 可以不可以 我的建议是 每天就开机一个小时 真的 我觉得现在手机这种普及信息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阅读的影响太大了 我觉得应该区分几个事情 一个就是获取信息 一个是接受信息 一个是获取知识 一个是拥有智慧 我说这是三件不同的事情 不同的事情 现在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 你去看手机上的信息 第一这是被动的 这个完全你没有 你自己掌控不了 你不是说主动我去寻找什么 基本上是被动的 另外就是你说的水平话 我觉得知识是应该是主动的 我需要什么 我知道我要什么 我去寻找 而且它是比较系统的 所以这个 但是更高的要求 我觉得我们阅读是拥有智慧 拥有智慧就是说你这个知识 你不光是我得到一些客观的知识 我是立足于我自己的人生 这个对什么东西是对我人生是有意义的 我通过这个角度去去去去去去去营养 我觉得这个就是更高的了 但是现在你要做到这一步的话 我觉得第一点你就是 就是的用强大的意志力 你限制自己看手机看电脑的时间 我基本上我是这样的 我白天是不开手机的 手机一定是关机脏台 夜晚就是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 零睡前打开看看微信啊 看看短信之类的就行了 我不会花很多时间的 你花时间这个东西有影的 很可怕很可怕 你上了影以后就麻烦了 就我同一两位老师的意见 但是我做不到 我相信在座 这一代的年轻人做不到 那既然做不到那怎么办呢 那我用我的方式去抵抗他 比如说Facebook这个工具 在台湾很流行了 但是我Facebook 我从来不写一千字以下的文章 大概都三千字左右 那每三天发一篇文章 谈的就是书 电影 分析 那或者就是 没有我自己的什么琐碎的感想 就是我锁定把Facebook 当作一个练笔的工具 我也鼓励学生这么说 不要吃一块鸡排就拍照上传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 那你享受这个工具 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因为渐渐的会 所以各位在台湾的Facebook的社群里面 看到一个状况 就很多我这一辈的年轻学者 他们都各自在自己的Facebook上面 用我的方式 向我的方式写作 比如说台湾有一位这个 颜教授 颜胜宏教授 他是生物系的教授 只要有关于动物的议题 因为他是生物科学家 他就会直接在他的脸书谈说 这个新闻哪里错了 哪个地方的生物知识错了 那个狂犬病啊 到底果子里会不会传染狂犬病啊 他就用他的专业去解说 同样我们也看到这个哲学的教授 或什么 各自在他们的脸书 用这些专业发言 所以我觉得 渐渐某一个状况 在我这个世代的学者 在把这些社群媒体导向一个有立体的方向 有极差的 当然也有极好的 那所以 因为我做不到 所以我只好试着 用这种方式去做 谢谢 这个 因为你是已经知道你要什么 你很清楚 你把这个网络作为你的工具 这个 我觉得 我觉得 如果一个人可以 我也 我也用网络 这个工具 比如说 我在 那个 微信上 通信上 开一个公众号 我每天都会发文章 我每天都会发文章 这个完全是个工具 但是 我相信你不会 用很多时间去看上面的信息吧 会 会的 我太太跟我 我几乎每个讯息都认真的回 就是她认真的问了 或者认真的挑战了 我就认真的回 那我认为这是 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个趋势 因为我所有的学生他们 你要他借是借不到的 那不如这样吧 就是我开门课 这门课 其实我们上课的内容 我还是好好的利用 脸书这个工具 来作为我们讨论的管道 那现在他们的作业 我也要他们直接上传到云端的硬碟 让同学彼此 今天都可以看到同学彼此的作业 如果他愿意看的话 那永远每个时代都这样 不愿意的同学 就是不会有成就的 这是很合理 因为你逼他也没用 他此刻愿意的 他明年又辣 所以就不如在这个 我的想法是这样 那不一定正确 只是我个人的做法 我觉得这里面有个界限 你说的这一切都是把网络作为工具 而不是网络把你作为工具 因为很多人是网络把你作为一个流通的渠道 一个渠道 然后流过去了 你什么也没得到 那就很可悲了 我是反对的这种情况 还有没有问题 后面的同学 谢谢 周老师 两位吴老师 你们好 首先呢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有关我们刚刚提出来的一个 就是吴老师和周老师都谈到一个超零阅读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好很好玩很有意思的 因为在我小的时候也曾经在超零阅读 在读一些那个我爸爸给我推荐的一些名著之类的 其实我是不求甚解的 那个时候我爸爸甚至给我推荐各种 就是让我背各种各样的唐诗啊 诵词啊这类的东西 我背了 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不太理解 对于而且从此之后我甚至心里有一点点畏惧 就畏惧这些以前我读过的这些书 甚至都不想去翻看它们 因为我觉得小时候我都不理解 所以甚至会造成一些阴影 我觉得这个现象对我来 对我现在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我以前曾经在读语言的时候 老师曾经给我们推荐过X加1原则 就是说在你现有的水平之下 加一层的加一个等级去学习语言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适用于阅读呢 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去读这种超出自己水平太多的 比如说我现在读哲学其实还是有一定问题的 因为对于哲学的一些术语啊 一些这个那个主义啊 我并不是很了解 我等于说只入了门 但是我去读一些像是 像是周老师所写的尼采这类的圆珠啊 像是还有就是比如存在主义啊 之类的这些东西 其实我还是不太理解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必要去针对自己的水平 去列一个超出自己水平 就是说加1这样一个标准的书单去 还有就是怎么样才能知道你现在的水准 怎么样才能去提高像一个层阶这样的水准 这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个人的问题了 就是我现在也有一些也有去写一些写作 但是我发现我脑子里所想的和我笔下写出来的不太一样 我不知道周老师两位吴老师没有相似的感受 这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困扰 因为我脑子里面表达的跟我所写的不是一样的东西 我甚至都不愿意再去看我写过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跟我当时想的不太一样啊 我没有很好地表达出来自己 所以我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问题想请问一下两位吴老师和周先生 谢谢 关于超龄阅读的问题我只有失败的教训 吴老师成功的经验 吴老师来解决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失败者来说 因为我曾经的超龄阅读 结果很悲惨 所以我的主张还是就是说 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 就是不要和自己的水平相差太远 读不懂的不要硬读 不要硬读 多试一下 还是找比较合适的自己读起来愉快的东西 我觉得阅读 如果你不愉快难受的话 这就是问题 这就是问题 但是 吴老师那个成功的经验介绍一下 我 我不敢说是什么成功的经验 但是 就好像看电影一样 就我年轻的时候也看不懂侯孝贤 台湾导演 侯孝贤店 一看会睡着 但是有时候你看 强迫自己看了 从头到尾看完 这件事很重要 多看几次之后 慢慢会有感受 不过回来 我认真的回答这位同学的问题 那就是人有千千百百种 我自己在教育的第一线上 我感受到了 我台下如果有60个选修的学生的话 每一个学生的状况都应该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刚刚分享的是我个人的经验 也就是说如果您是我的学生的话 也许我比较能够知道您的实际状况 可是像这样子 我没有办法直接给建议的 因为有些学生是可以逼出来的 有些学生就不能的 他的状况不同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您提到就是说 那个 对不起 写作 写作对 那写作这一行也是这样子的 写作是个万分之一的行业 每个人都能写作 可以写日记 抒发自己情绪非常快乐 但是你日后要靠写作 获得成就感 或者就是说成为你的职业 这件事是万中选一的 跟幻漫画是一样的 对不对 大家都可以涂鸦 但是你最后能不能走上这条路是 还是有差别的 所以我都建议 因为我在我们的学校是有创作研究所的 我都建议这些同学说 你有一个心态就是 你不会成为作家 如果你有了这个心态 你还那么努力的想写 你就在那万分之一里面的可能性 就在那一万个里面 但是还是不保证 你会走进这一行就是 他一定很辛苦的 那回过头来讲 如果你有这个心态 你就想想 这世界上一样有百分之三十的人 从事制造业 有百分之三十的人从事服务业 那这些人也一样可以从阅读跟写作里面 获得乐趣 所以你退万步 你不用成为一个作家 你享受那个写作的过程就好 这是我的看法 我的普通话不好 但是你这三个问题 两个问题 我看似是三个问题 太重要了 所以我慢慢地说 要是说得不好 你帮帮忙 第一个就是诗词 诗词是不是 诗词一定是要背的 没关系 你背的时候不了解 不重要 在有空的时候再背 终于有一天 你会明白的 而且中国的诗词 要学一个语文 最重要的就是从诗 因为这个文字的音乐是很重要的 无论你是学中文还是英文 这个音乐 文字的音乐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不是 要是你不背出来 你是听不懂 听不到这个音乐 我觉得很焦急 因为这个问题真是太重要 对我来说 我一定要 我背的诗词是很多的 有的背了 我都忘掉 我背过这样的诗词 比如说 有的时候 我去看Shakespeare的戏集 我才忽然发现我都能背 因为很小的时候 年轻老了 没办法 年轻的时候 背过的东西 你不会忘记的 所以第一 有诗词的文字 一定要背 现在不明白 不要紧 慢慢的 我明白的 第二 杰学 杰学里头有很多 我们不明白的东西 是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你不明白就放下 看明白的东西 我念杰学有十年的经验 我到波士顿 念博士的时候 有的时候 听得在波士顿 比较多名人来讲他们的介绍 我有一天我听来听去 听不明白 我就问我的老师 我说这个人的东西太深了 我听不明白 他说不是 他说的太晚了 你跟不上 所以不要 不要以为 你不明白的东西 就是因为你不好 有的时候是这个 有人说不错 我觉得真的东西 重要的东西 是一定可以用很简单的说话 讲出来的 要是你不明白 是他的错 只有一种书 你是看不明白 要多看 看一直到自己明白的 就是真的好的书 就是刚才周老师说的 譬如说 你看Socrates 你不能够明白 这是你不好 你不好 因为可能你太年轻了 你多看几遍 看其他的东西 不要让自己太辛苦 放下 再来再看 所以这就是一个 越是看来很深奥的东西 越是可能不是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不要面前自己 第三个问题 你写的东西跟你想的东西不一样 可能是你写的 你对这个写的要求 有一点不合理 你写的 我在写论文的时候 很多很多我的同学都写不出来 你有博士的学生 很多学生都写不出来怎么样 我的老师就这么教我们 他说 你要首先要看 你写东西是给一个人看的 是给人家看的 你想像一个比你年纪小一点的 但是很有内心的人 你写给他看 那么你有一个对象 你写出来的东西就会清楚了 不要想像你是一个大名作者 不是啊 就是吴老师说的作家 你不是要写 你不是要写 就是要做作家 你是写是一种沟通 写给你愿意沟通的人看 那么你就会写得好了 其实有一个人叫Paul Five Robin 这是一个很讨厌的人 但是他在写设是很出名的 有一天有一个人问他 为什么你演说的时候 那么说得这么生动 但是你写的文章都是这么难看 他说我演讲的时候 我看前排的美丽的女孩子 我心里觉得很开心 所以我讲的就非常的动听 因为我是讲给这个美丽的女孩子听 但是我写东西的时候 我想着这个编辑 这个学术期刊的编辑 他们的面目很可真 所以他写的时候也是写得特别的难 所以你写东西的时候 想象一个很愿意听你的说话的人 去讲给他听 尽量地讲得动听 那么你写的就会好了 对不起 我的普通话真是太差了 谢谢 谢谢三位老师 也谢谢同学今天的参与 那我们现在有请博讯书记负责老师 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朱顺慈教授来颁纪念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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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其实我觉得Margaret的普通话很不错 我现在压力很大 因为我的普通话也不好 但是因为要代表中文大学好好感谢几位老师 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掌声 谢谢他们 谢谢 好 请坐 我们这次书节叫打书钉 其实就是希望各位同学 可以在这一个月里边 可以在重大不同的地方 好好地读书看书 今天我们的时间比较充满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多小时 但是有三位很精彩的讲者 所以从明天开始 我们书节就每天都有很精彩的活动 希望在不同的书画会见到大家 另外就是今天我们开始第一天的飘书 对 刚才我收到同事的资料 我们今天已经飘了三千多本书 你们有没有拿 因为每个人最多可以拿五本 所以就是应该已经有六百多的人来拿过书 所以应该没有几天就都票完了 但是除了票书以外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很精彩的节目 就是我们有一个项目叫打书钉 就请你们喝咖啡 所以如果大家从在这个月里边 来一本书到指定的餐厅 就中大里边的 就不要去买大脑 然后去问他们 他们不会理你们的 然后你们看书写一百字 就不是很多 我们知道这个是碎片化的年代 也不要求大家写三千字 就不要写三千字 因为我们其实是有很多 就是中大的餐厅的 的同事 他们很好的帮忙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写好 然后hashtag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杯咖啡 就物清情一种 希望大家好好的享用 然后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动 都已经在这个书节的小车子里面 都已经有了 所以希望在书节的活动里面 见到大家 再一次感谢大家 今天晚上得到来 谢谢 没错 再次代表香港入文大学 和波群大讲堂 谢谢大家今天的来到 如果大家还听不够分享的话 不要怕 因为明天周老师会分享 明天会分享哲学与生命的意义 吴老师后天会分享土地与发展 然后下个礼拜一呢 Margaret会分享时代的英雄 所以这么多精彩的活动 就千万不要错过 要上他们的Facebook 去了解详情和报名了 对 好 最后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晚上 多读一本好书 谢谢